韩丽眉头一紧说道 预言法则 预言法则 韩丽只有有所耳闻 知道其神秘莫测 极难修炼 却从没想到竟然还有此等道祖存在 当年穿梭时空之时 我已经历尽 无力掌控小平 掌天平便遗失在光阴长河之中 没有了法则之力的庇护 对抗时间空间乱流中 我耗尽了所有的献灵力 与九珍也失散在乱流当中 我回到了自己诞生之前的数千万年前 而九珍却跌落在了 与你诞生时间相差不多的节点 我只能寻找一处遥远的 偏离人界的地方安身 此刻的我已经法宝尽世 功利尽费 变成了一个凡人 靠着我过往的修行经验 寻觅了一处小门派脱身 重修仙道 最终跨过漫长无尽的悠悠岁月 终于找到了九珍的下落 将他救了起来 那个时候我已经重修轮回法则 达到大罗巅峰境界 也建立起了轮回殿 于是解开他的封印 让他以焦三的身份 出现在各个县域 焦三听闻这话 忍不住问道 既然你已经救起了我 为何不与我相认 轮回殿主看向焦三 眼中闪过些许的愧疚 正是因为有预言盗祖的存在 我一旦与你相认 冥冥之中 便会有命数的联系建立 皆是臣团通过预言法则 感知到我的时候 便会牵连到你 天庭寻不到我的踪迹 又岂会放过你 焦三看着轮回殿主 知道他便是自己的父亲 一时百感交集 他心里这么多年以来 许多的迷惑终于全部解开了 他明白了自己为何能够 被轮回殿主倾心教导 明白了自己为何会得到 轮回殿的诸多资源辅助 明白了自己为何能够 一直顺利地修行 有惊无险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原来自己从来都不是 无父无母的孤儿 原来自己生有来处 归有所往 原来父爱的爱护 一直伴随着自己的成长 一念及此 焦三双眼泛红 泪水沾湿了脸颊 韩丽剑子也微微有些动容 明明亲生女儿就陪在身侧 却不得相认十年八载或许不算什么 可是这千载万载下来 又该是怎样的一种难以言明的痛苦 轮回殿主叹息一声 对韩丽说道 对于你和如双也是如此 我不敢接触太多 唯恐被蛊惑金和陈团找到蛛丝马迹 反而会害了你们 韩丽心中已经相信了轮回殿主所言 却仍然忍不住反问道 那你为何现在又将这一切挑明 还强行将如双的记忆 塞进了婉儿的石海呢 今时不同往日 我已经没有必要再掩藏下去了 相信通过这次出手 你也看出了我的实力 等肃清了轮回殿内的隐患 便是我复仇古霍金的时候 想必你无力不起早的性格 只有见识过我轮回殿的手段 才会下定决心吧 韩丽眼中的愤怒之色 一览无余 冷声笑道 好一个共讨敌贼 诚心相邀 可你不该把婉儿牵扯进来 听到此言轮回殿主眉头一簇 忍不住怒道 她本就是我的发妻 是九贞的母亲 斩杀古霍金 灭绝天庭之时 我要让她亲眼见到 我要让她知道 当年的牺牲没有白费 我没有辜负她 她是南宫丸 不是甘乌霜 是唯一的南宫丸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 在这无尽的岁月中 我心中只有甘乌霜 从未忘记一时一刻 你呢 你既然有了紫灵相伴 南宫丸对你来说又算什么唯一 韩丽 闻言 面露苦涩 无言以对 眼见如此 轮回殿主的神色稍稍缓解下来说道 她如今只是多了关于甘乌霜的记忆 南宫丸的记忆 依旧存在 等到她亲眼看到我击败古霍金之后 我可以将她关于如霜的记忆取回 两世纪已加深 她承受的又该是怎样的痛苦 要选择成为甘乌霜 还是选择坐回南宫丸 不该由你决定 也不该由我 而是由她自己 那便如此 五天宗之策算非同小可 你我一时二生干扰了天机 你能暂时偷得一线生机 待你进阶大罗顶峰就再也隐藏不住 而你一旦被蛊惑金盯上 就必不为她所容 究竟是要苟且偷安 还是要与我一起逆转乾坤 你自己决定吧 以我现在的实力 很难参与到 你与时间倒数的争斗当中 说不定 我没有进阶大罗巅峰之前就陨落了 交三见状张了张口 想要劝说韩丽说些什么 却被轮回店主身手拦了下来 你我虽然经历有所不同 但一路艰辛并未有什么区别 甚至心性也大致相仿 当年小妹出阁之日 我曾回村里 只是位在人前现身 那时候我就以为 自己已经和前尘往事 凡俗因果尽数斩断 从此便是 一心向道的修行众人 韩丽听着她的言语 目光有些恍惚 当年她也曾回到过山村 看到过小妹踏上花轿的一幕 也在那时候 与眼前的韩丽有着一样的心路 一样的坚定向道之心 想着想着 轮回店主的面目在韩丽眼中 忽然变得有些模糊起来 他们明明本应该是同一个人 却因为时间法则和穿梭的缘故 似乎已经变成了两个人 但是冥冥中 却有着某样东西指引着自己 依旧来到了真仙界 并修习了时间法则 韩丽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如何看待彼此的关系 轮回店主说道 我清楚你一时间难以接受我的存在 但我毕竟走过你这一世 我知道你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未来 虽然因为我的存在 你的未来可能会多出许多的变数 但弥罗何等结局 你也是知道的 当年我劝说她加入轮回店 她却一意孤行偏安一余 就以为能够保住平安 换句话说 你帮我 本就是帮你自己 韩丽的心绪有些纷乱 沉默良久之后说道 有些事情 我需要自己想清楚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